面对镜头 郑州央昧美容店的工作人员 之所以情绪激动 还要从翟女士的求助说起 之前在那个微信里面 微信朋友圈里面 看到一个他们就是文媒的一个广告 我咨询的是那个雾媒嘛 他刚刚当时说是460 说可以到店里边先看一下 到他们店里他们没有说什么 就是说先给你设计一下 你看一下效果 做完了之后 他们给我拿了一个价格单子 就开始给我说价钱 我说你们做广告的时候 当时说的不是这个样 然后他们就开始给我推荐 他们店里现在有的那个东西 然后最后我说的你多少钱 最后我说的是6000多的那个价格 翟女士说 它是被400多元的文媒广告吸引来的 最后却花了6000多元 文媒之后 无论价格还是效果 都让他无法接受 我现在是 我觉得他当时给我介绍的那个效果 没有做出来 我就是我不是说不付他钱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药价有点太贵了 跟他给我预期承动的效果不一样 为什么广告上说的是400多元 到了店里却要花费6000多元呢 对此郑州央昧美容店又会作何解释呢 在记者的最终协调之下 郑州央昧美容店的负责人 愿意解释文媒费用的问题 做的是他有眉毛有眉多元 啥都有 他那不是说宣传和实际不服 是他过来就消费了别的项目是吧 对 项目也多了 然后做的款式也变了 就是做的好惨什么 对 就是你看他们那个宣传是400多 你过来为啥是花了6000多 这个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项目 上是说他们给你介绍的 还是他们强加给你的 也没有强加吧 他们给我介绍的 介绍的是另外的一个 你看到那个广告过来了 然后他们又给你宣传了 就是说更好的更贵的项目 对 然后但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是这样吗 是 那针对于这个效果好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你评定这个 但是既然你有这个诉求了 那你后期的话 需不需要修复或者是 说的是有修复 但是我不知道我敢不敢过来 再有其他的隐形消费 郑州央昧美美容店的负责人说 翟女士这次文美所花费的六千多元 包含了后期的修复和终身免费补色的费用 对此 翟女士表示自己不需要这些服务 要求退款 以后的话像这种服务再做之前要了解清楚是吗 行行 等于这次是他们把费给你退了一部分是吧 对 退了五千 好 那你的这个他们处理犯满意不满意 嗯满意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